纳粹符号一页之间 张贴在各第一学府社团 包括建中 张中和台中一中 贴文是匿名 但是各校发信之后 都通知小编撤文 台中一中因为原油会 学生与化学是C5H5NA 嫌疑涉及歧视原住民 引发渲染大波 紧接着社团又出现了纳粹符号 有一国纳粹在侵略 那个落小的时候 那个图案 所以这个图案的话 尽量避免用这个图案 年长一点的知道纳粹符号 年轻的就不见得 像是日本动漫里的那个标志 不过校方当然知道严重性 各校一发现贴文都谨慎处理 以书面回应表示 这个版页不是校方官方设立 小编已经撤文 呼吁学生或外界 不要在网路上散播各种歧视 以及足以挑起伤痛或仇恨的图文 学校已经向警方备案 纳粹在欧洲种族歧视 屠杀了600万人 是无法磨灭的历史伤痕 2016年曾有高中生变装秀 踩了地雷 这样的变装游行 引发以色列德国强烈谴责 也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最后校长出面致歉 请辞直写 学校表示 会先聚焦纳粹历史议题 教导学生更深入认识 这个历史事件的伤痕 了解纳粹符号在国际间的禁忌 事隔多年高中生社团又出现纳粹符号 社团与学生为主要成员 但是一般人士也能够加入 投稿之后小编po出 小编可能也没意识到符号的禁忌 po文者是不知轻重的恶作剧 还是另有意图 还得从账号追出本人 才能够真相大白 TBS新闻 廖武汉城 志宗吴淑平 台中彰化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